哈喽大家好我是六道 最近看了一些主播圈钱的套路帖 于是觉得非常的有意思 就给大家做一期视频 来一起看一看主播界有哪些奇怪的圈钱套路 通常主播会把消费人群分为 学生 工薪阶层 土豪 我们先来聊学生 好我们来看一下监控器里面这个长相猥琐的学生 这个帖子里面是这样写的 这个有些学生花起钱来大手大脚 自己没有挣过钱所以不知道挣钱的辛苦 再加上一些跟风现象和自制力弱 所以你一般逗逼接地气一点 就很容易煽动这些人刷礼物 当然这种更多出现在什么熊孩子 玩一个吃鸡王子荣耀 把全部家产冲了的呀这些 所以防火防盗防熊还在 我们再来看工薪阶层 大家注意监控器里面这个长相英俊的大老板 工薪阶层有消费能力 但是比土豪低一点 所以一般这个时候就要虚寒问懒 动之一群 比如说 这位老板您吃了吗 这位老板你吃好了吗 这位老板你吃饱了吗 嘿嘿嘿嘿嘿 祝你Happy Tuesday 当然可能一般主播没这么夸张哈 我们再来看最重要的土豪片 我们注意监控器里面这个面容慈祥的土豪 土豪就像一般游戏里面的SSR可遇而不可求 所以一般会把土豪和一般粉丝区别对待 总之就是给足土豪的面质 比如说 哇 感谢河北首富的大火箭 另外还有的套路就是强调谋生手段 我现在是一个职业足处 我这个月的房租要交不起了 我的水电飞 我的煤气飞 我现在全靠大伤 全靠礼物 有钱都捧个全场 没钱都捧个人场 还有就是利用负罪感 为了给大家做视频 我每天都要直播 二十五个小时 为此 我的腰 已经直不起来了 我得了肺结核 心肌梗塞 乳腺癌 大肚子病 我要死了 那个觉得表演的不错 可以礼物走一走哈 好 我们再来分享今天最后一个套路 利用福利 嘿 雷斯特安特技能们 只要你充值健长 就可以加我们的QQ群 只要你充值T2 就可以解锁老子的QQ好有味 如果你能够充一个总督 那就可以解锁老子的微信 还附带特别福利 带上我们的勋章不迷路 长期消费的土豪 还有我们的专属土豪群 土豪群可以做什么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做不到 你还在用于什么 在这里你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胖 如果你再把你们感兴趣的话 不妨快注意一下 我的新疗微博和视频站 这里就可以这一时间 看到我最新更新的节目了 如果你的手上有闲钱 不妨可以电池礼物 走一波 毕竟主播以此为生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